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实话 他外形条件还不错 身高一米七 长得有几分像糖烟 穿着打扮很洋气 走在路上肯定是有回头绿的那种 我接查说今天是周末嘛 去食堵 然后他很自卢地坐下来 跟服务员要了菜单 我说 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我先点了一些 你再点你爱吃的 他好像没听到一样 也没问我点了什么 自顾自跟服务员哗哗哗报了七八个菜名 整个过程彼得服务还丝滑 最后他才正眼看我 半开玩笑地说 你怎么真人比照片上看起来还要老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长得老 把我整不会了 我想可能人家就是心直口快吧 我笑了下 准备课套两句 没想到他接下里的话又让我蹦不住了 听我一说 你名校毕业的 学校这要牛 工资不低吧 还好 一个月两万 他有点不可置信 才两万 才 我对他的不可置信 不可置信了 2022年 西安市社会平均工资每月六千多 我再怎么说也远超平均水平一大截 他这语气好像我工资只有两千一样 不等我开口 他接着说 两万块听起来多 扣个税 扣掉吃穿住行 能攒多少呢 结婚买房买车 养家糊口生孩子 你再算算还多吗 我忍不住反问他 冒昧问下 你每个月收入是 四千 这特么的就很尴尬了 我税后一万五 你工资四千 你说我赚得少 他不觉得有问题 给我灌输小X书言论 女生一个月拿四五千挺不错了 我周围女孩都这么多 如果我每个月赚一两万 男朋友也赚一两万 你觉得这合适吗 男人要负责赚钱养家 女人只负责貌美如花 这是真理 诸如此类 你反驳也不是 不反驳也不是 他又问我 那你不是本地人 你爸妈帮你在这里买房了吗 咱就是说 虽然是相亲 但是你也不用一来不是问工资 就是问房子吧 人跟人的气场合不合 基本聊几句大概就能感受得到 我心里已经对这次相亲不怎么看好了 所以也不想跟他说实话 我说我不想啃老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对方好像翻了白眼 又跟我说 就你的工资 靠自己买房到红年马月了 还好菜来了 我礼貌让他动筷子 他说 你先等等 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他把桌上各种碗碟摆来摆去 摆出一个满意的造型以后 拿出手机各种角度 咔咔咔一顿拍 最后他把手机给我 很自然的说 我喜欢记录生活 你再帮我拍几张呗 这我能说不吗 给他拍了十几张以后 他满意点头 说你拍照水平还可以 吃吧 吃饭期间 他一直在挑剔 这个菜不合口味 那个刺身口感差 不如他在哪哪哪吃的那家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吃饭的时候对面有个人一直抱怨 真的很败心 我可能流露了下不太舒服的情绪 他突然问我 我平时消费水平比较高 选在这里 你是不是不太满意 我说怎么可能 说实话 我说在这里吃饭 你答应得挺快 我还是有点意外的 哦 言外之意就是觉得我消费不起呗 其实我相亲也不是因为着急结婚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两个人认识 先从性格 爱好 三观这些方面开始了解 所以我没跟介绍人说过我的真实经济情况 他又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 我都敷衍着回答了 显然 人家没看上我 正好 我也觉得我俩不合适 这姑娘吃得差不多了 嘴巴一擦 跟我摊牌了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 相亲嘛 硬性条件还是很重要的 我不自谦地说一句 追我的人呢 想必你能猜到有多少 但男生和女生不一样 你的身高 长相 这些只能算锦上添花的东西 小X书上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 嫁人就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我笑着听他说完 忍不住问他 你要求男生有房有车有存款 那你有吗 我是没有 所以我要找一个经济实力好的老公 能养得起我的 我如果什么都有 我还找男的做什么 我问 那要是一个男的什么都有 让你在家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 你可以吗 他吃笑了下 一副无语的样子 说 你开什么玩笑呢 你觉得可能吗 那你不愿意 男的要你干啥 我语气不太好 他脸直接拉下来了 我爸妈供我读书 供我上大学 可不是让我去伺候男人的 都什么年代了 你信要独立 别把你们那一套老封建思想 大男子主义加到我们头上 我点头 说得对 要独立 那既然你要独立 怎么不自己去争取房子车子 干嘛要求男的有啊 干嘛把这个需求寄托在找一个老公上呢 他语色了 一双大眼睛怨恨地瞪着我 反正今天的相亲不成了 我也不需要顺着他 我继续说 真正独立自强的女孩 我都支持佩服 就怕有些情况是 一边标榜着独立 一边给自己一套标准 给男人一套标准 你什么意思 说我双标 我示意服务员买单 他让我把话说清楚啥意思 账单小两千 我痛快地刷卡买单 他还是不依不饶 甚至有点气急败坏了 我担定地说 我不是针对你啊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你不是爱看小X书吗 想必应该能感觉得到吧 但凡是那种秀男朋友秀老公 为自己做什么的帖子 下面肯定都是一甩的爱特自己对象的 可如果是那种女生给男朋友做了什么的帖子 底下都是骂的吧 骂他倒贴 骂他伺候男人 要么就是说我找男朋友 可不是找祖宗 他柳梅一树 我赶在他发飙之前说 今天就这样吧 我还有事要走了 他也站起来跟我往外走 你再会说 房啊 车呀 男生没有这些 在相亲市场上没有优势的 我已经没兴趣跟他在拜托了 就说 对对对 你说的对 家人们 然后高潮来咯 我的车就停在餐厅门口正对面 我跟他在旋转门门口说句再见 就静止走向我车旁边了 上车前 我抬头看他 不夸张地说 他当时那个惊乐的表情 跟电视里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反派 被打脸后一模一样 他问我 这宝石杰是你的 我礼貌笑了笑 没回答他 他三步并两步走过来 特自然地说 这里不好打车 你还是送送我吧 还没等我说话 他竟然跟我撒娇 和女生吃完饭送他回家 才是身世风度 然后他就走副驾门那头站着了 嗯 我还真说不出感人的话 行吧 送就送吧 这妹子上车后 态度180度大转弯 比吃饭的时候可热情多了 你说你这人 跟女孩子说话 怎么这么直 这么不讨喜呢 不过这样也好 那些一见面就花言巧语的油腻男 多数不靠谱 这时候他电话响了 他看了眼掐断 然后电话又响 他神情有点烦躁 责了一声 又挂了 一个死缠烂打的追求者 我淡淡嗷了下 没什么兴趣追问 这时候的我还不知道 他嘴里这个所谓的死缠烂打的追求者 真是身份特么的有多劲爆 多让人吐血 他自顾自接着说 有些男的 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 狂妄自大 我真的会血 我说那多好 至少满足你的硬性要求 他忽然转身钻拳 轻轻垂了下我肩膀 称笑着说 人家才不是那么肤浅的人好吧 其实 房子车子不一定是必要的 最根本的 还是要看这个人 只要人上镜 优秀 靠谱 那比什么都重要 我哈哈嘎笑 大姐你刚刚 在饭桌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哦 我问他 那如果一个潜力股 没车没房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两个人一起奋斗 迟早都会有的 我看你朋友圈有猫的照片 你一定是个温柔 有爱心的人 我小时候也养过猫哦 什么时候可以去你家吸猫 现在还不到九点 你就要回家吗 咱俩去哪儿再坐坐呗 这儿离大宴塔不远 你把车停大跃城 或者我请你看电影也行 你住哪里呀 送我会不会绕路 如果我们看完电影 你再回去晚不晚呀 不能拒绝女孩子 否则我会很伤心 我很少主动约男生的 你要庆幸自己 有这个殊荣哦 他边说 边把右手放车门 那里一搭一搭的 然后在储物阁里 摸出了一个东西 举起来一看 竟然是一只口红 你车里怎么有 女人用的口红啊 他表情从狐疑到激动 眼神复杂 活脱脱一副 老婆逮住老公 偷吃的捉奸表情 哪个女人的 你女朋友 你前任 还是说你打算给谁送的 我单定的看了一眼 不仅不慢的说 这车是我朋友的 口红应该是她女朋友的吧 你说什么 这不是你的车 对呀 她半信半疑 两眼睛瞪得跟灯泡 死死盯着我 似乎想从我脸上分析出 我说的话 到底是真是假 我指了指车 玻璃前面的号码牌 我手机尾号四个二 你自己看是不是同一个 她沉默了 几秒后冷笑了两声 然后就开始低头 一直刷手机 和刚刚不停主动 找话题的那个样子 简直盼落两人 我缓落不绝 最近有什么好电影吗 她语气冷冰冰的 看完电影太晚了 咱俩毕竟第一次见 不合适 有道理 那去大雁塔走走 不了 最近游客多 我不想去人挤人 确定不给我这个殊荣吗 讲话能不能不要这么油腻 那改天约你去我家 看看我养的猫 我也就是小时候养过一阵子而已 长大就没什么感觉了 猫又吵又粘忍 烦死了 又吵又烦 我富匪 我看又吵又烦的 就是你本人吧 不过我面上什么都没表现出来 继续说 我觉得你的性格挺直爽的 其实如果咱俩能成 一起努力 再奋斗个三五年 等等等等 他不悦地打断我 什么咱俩能成 什么一起努力 你在说什么呀 你刚刚不是说 可以陪着潜力股奋斗吗 他很不爽地摆弄着头发 语气突然很烦躁 大哥 奋斗那是给刚毕业二十出头的男人说的 你都快笨三了 你真觉得 拖着女孩子的青春 陪你吃苦 陪你受罪 是应该的 我 你什么呀 二十八也不小了 你该不会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吧 可是你说房子和车子 别可是了 房子车子 它就是很重要 男人到三十岁 还没车没房 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但是你说 你不是个肤浅的人 他好像越说越生气 我当然不肤浅了 选择一个各方面都优秀 条件好的对象 这能叫肤浅吗 这叫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男的有脸 批判女生拜金 现实 女的什么都不要 房子不要 彩礼不要 就高兴了 满意了 真是诡计多端的空男 活该娶不到老婆 也别跟我说 怎么有的女孩就愿意陪男人吃苦 这有什么可值得歌颂的 我要是那男的 我修都修死了 那种女的也迟早要后悔 我爸妈养我 可不是为了嫁一个没本事的男人去扶贫 古人都说了 穷则独善其身 没钱就不要拖着女生跟你受苦 我们不欠你的 也没吃过你家大米 我去穷则独善其身 原来是这么用的 学到了学到了 我举起手做投降状 不说这个话题了 下路口右拐就到你家了吧 赶紧把这尊神送走吧 拐弯的时候 我电话来了 巧了 正是车主 车在电话 我跟他都能听得到 在哪呢 相亲结束了 嗯 马上就去找你 顺利不 哥这车没给你丢人吧 我用余光看的妹子 她脸色更臭了 好像被我骗了几十万一样 我倾壳了一声 见面说 要不你先别着急还车 咱俩再换了开几天吧 你的大剧我感觉我开得不错 早知道当初跟你一起买着车了 算了 我还是喜欢开我自己的车 挂了不说了 我挂了电话 车正好停在路边 是这儿吧 那妹子没回答 表情古怪的看我 我装傻 怎么了 搞半天 你有车呀 我没说我没车啊 我的车借别人当混车了 她哭笑不得 表情无奈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哼哼 我还有事 那咱今天就这样 她慢慢吞吞解开安全带 开门开到一半的时候回头 眨巴着眼睛问我 哎 明天我没事 去你家看看小猫咪吧 我嘴角一抽 真是个人才 这变脸 特么上哪学的呀 堪称一个炉火纯青 无缝衔接 我说 还是算了吧 我的猫又吵又烦人 而且我打算明天去公司加班 不然要奔三了 都被人看不起 怪丢人的 妹子闭嘴了 我直指车门 等她关上以后 一脚油门赶紧闪了 我长出一口气 本以为我俩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 没想到晚上12点左右 她突然对我发微信 问我回家了没 又说谢谢我今天请客 饭很好吃 看到这里你 是不是以为 她又故技重施 想跟我示好 然后看看 跟我还有没有一丝丝发展的可能 不要脸的说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哥们错了 大错特错 这妹子让我诧异的操作来了 她竟然给我转了两千块 用的还是支付宝 直接到账 我看着支付宝的到账提醒 一脸纳闷 紧接着她的消息来了 既然两个人没可能 也不好意思让你破费 今天的饭钱转给你哦啊 这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再怎么样 这顿饭 我应该请啊 她坚持要我收下 给我连着发了好几条语音 你就收下吧 把钱给你我心安一些 你别想着退给我 你退了 我就继续给你转 直到你接受为止 我今天在车上有点激动了 主要是我闺逆 她被一个渣男骗财骗色 每次想起这个 我就生气 所以那些话并不是针对你的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其实猫咪挺可爱的 一点都不烦 黏人的哈吉米最好了 我不否认 我是想找个各方面条件 不错的老公 我也没觉得 这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咱们俩没必要因为 这个闹不愉快 以后就当个普通朋友 也行吧 语气贼真诚 我陷入了沉思 我说 可以 做朋友没问题 但是这钱我真不能收 怎么不能收啊 既然你请我吃饭可以 那我请你吃饭就不行吗 那两千也多了呀 没事 多出来的 就当我请你喝奶茶 或者喝咖啡 谢谢 嗯 兄弟们 我真的不会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她这波操作 让我对她印象改观了一点 甚至开始反思自己 今天对她是不是有点过了 毕竟关于饭钱这个东西 我能想象到的 要么男的掏钱 要么两个人AA 可这妹子 居然把钱都给我了 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现在的相亲市场上 竟然还有这种名声 妈的 后来我才知道 人家这招 叫以退为进 藏得深着呢 没几天 我看到 她在朋友圈 发了一条信息 说自己姥姥痒了 血氧低 情况不容乐观 现在高价求购特效药 说来真强 那几天 我刚好突然买到两盒特效药 我根本没多想什么 就觉得我不能见死不救 而且她不是刚赚了我两千吗 那要我买来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 于是我就私聊她 说我有两盒 找个跑腿 马上给她送一盒过去 她惊喜万分 对我各种感谢 她说 知道这要现在特别难买 加价都买不到 她一定会加钱不及我的 我说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收到了赶紧给老人吃 这要越早吃 效果越好 跑腿一个小时就送到了 她拍了照给我看 又狠狠感谢了我一番 就这么过了一周多吧 这妹子联系我 说她姥姥的情况好多了 真是多亏了我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然后她约我吃饭 说想当面表达下谢意 我推辞不过就答应了 没想到吃饭的时候 她的迷惑操作又来了 我以为就我跟她两个人吃饭 结果到了饭店才发现 包间里坐了满满一桌子 人都在等我 吓我一大跳 那妹子看我来了 笑音音地站起来 蹦到我跟前 给我挨个介绍 这是我爸跟我妈 这是我大伯 这是我小姨和我小姨夫 这是我舅和我舅妈 这个是我爸的朋友 我张叔 他介绍他爸妈的时候 我还能礼貌地 叫声叔叔阿姨 越到后头 我越觉得离谱 干嘛呀 这是全家总动员 一群五六十岁的人 用各种目光看着我 一点都不避讳 好奇的 审视的 探究的 他妈跟旁边的人 边打量我 边说悄悄话 让我觉得 自己像头带宰的猪 妹子搂着我胳膊 拖我落座 我小声跟她说 怎么这么大阵仗 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她跟我撒娇 说哎呀 你这次帮我家 这么大一个忙 我爸妈他们都想见见你 当面感谢你吗 他爸一脸慈爱 欣赏 反正就是很善意地看着我 我不好站起来 当场走人 只能硬着头皮 跟他们寒暄 他爸问我 小X 你那药是怎么买的 还有吗 我几个老伙计也想买 书 我也是好不容易 托朋友买到了两盒 再多也没了 然后 他爸说了句 让我震惊的话 你手上不是还有一盒吗 把你那盒给我 你一个年轻人 身强体壮的 又用不上 不愧是一家人 说话都有种 不顾别人死活的美 那药我已经寄回家里去了 我爷爷他年龄挺大了 所以 就算药在我手里 我也不可能给你啊 然后他妈开始盘查我 是的 真的是盘查 先问我爸妈是做什么的 还有多久退休 又问我是不是读生子 工作几年了 再问我除了上班 是不是还做什么生意 然后问我是不是打算 一直在本市发展 是不是早就买房了 在哪里 他妈问到后面 我已经有些不高兴了 就光喝茶不说话 另外几个人言语我 一个大小伙子 怎么这么放不开 别拘谨 一家人吃饭轻松点 现在的娃儿们 出外见人都是这 跟咱们年轻时候不一样 嗨 这可不行 小伙抽烟布 我一头黑线 拜托 谁跟你们一家人啊 怎么就一家人了 这妹子可能察觉到了 我的情绪 一边招呼服务员上菜 一边跟她妈说 你一下问这么多 让人家怎么回答呀 好好好 我先不问 她舅妈嗓门特别大 这两个孩子坐一起 郎才女貌 真般配呀 其他人跟着点头 我旁边不知道 是她哪个长辈 拍我肩膀 小伙 珊珊是我看着长大的 人绝对错不了 对呀 我这外甥女 要脸蛋有脸蛋 要学历有学历 要工作有工作 出类拔萃 跟我跳广场舞的那些姐妹 看过珊珊照片后 都想跟我要联系方式 我才不给呢 他们儿子我一个都没看上 配不上我们珊珊 妹子坐我旁边笑的哥哥哥 说就妈你们别夸了 再夸我可不好意思了 更无语的是 她边笑边往我身上倒 她那个张叔抽了烟 烟灰直接弹地上 一说话 嗓子像卡坛了似的 珊珊这么优秀的女孩 你遇到真的是 你小子走大运了 你俩年龄都不小了 今天当着 我们这些长辈的面 你给个准话 打算什么时候 跟珊珊结婚 我嘴里正寒了一口茶 差点没忍住喷出来 结婚 大中午的 这大叔是喝了几斤假酒 我这要跟他说清楚 那妹子在桌子底下 扯我袖子 她凑在我耳朵旁边 小声说 我爸妈催婚催得太紧了 我没办法 就骗他们 你是我男朋友 你就配合我一下好不好 求求你了 我又无语注了 不是大姐 这种事你不提前跟我商量 你要早说 我绝对不会来 她哀求地看着我 我一个头两个大 借口出去上厕所 赶紧逃出来 我打算36计走围上 没办法 我可不想委屈自己跟那群大叔大妈的演戏 至于那妹子 我又不欠她的 何况她这么先斩后奏 对我也很不礼貌 我打算上了车再跟她说临时有事必须走 没想到出了包间 刚走到拐角处 就差点跟一个风风火火的男人撞起 不好意思 服务员 他拉住我 态度不太好 如意厅是在这层楼吗 你媚得什么眼神 不能因为我穿了件白衬衫 就把我当服务员吧 诶等等 如意厅 不就是我刚带的那个包间吗 我细细端详 这男的看起来至少三十五岁 留着偏分 一脸怒容 可能是刚从外头跑过来的 冷气这么足的大厅 他额头上却出了不少汗 八卦之心 促使我忍不住问他 请问您要找哪位 这哥们看起来有点缺心眼 也不嫌我多嘴 X 珊珊 包间就是他定的 他是我 他嗓能不小 我听得真真切切 最后几个字 像一道天雷 批得我原地凌乱 我返回包间门口 听到里头在高谈阔论 他爸的声音最大 是没谈多久 但是珊珊他表姨的消息 不会错的 跟他单位的人都打听清楚了 房子车子都有 家里好像是做生意的 总之不差钱 姐夫 那今天这顿 我可就不客气了呀 反正有你准你去买单 随便吃 再叫服务员 拿两瓶好酒 吃完了 让小X开车 轮流送你们回家 老丈人的话 他不敢不听 我在门口 拳头握紧又松开 我努力调动表情 换上一副笑脸 才推开门进去 那妹子看我回来巧声说 我真怕你生气 不过你应该不会生气地 把我默默摇头 他洗上眉梢 我就知道 你是个善良的好人 我看着他这张漂亮甜美的脸 在联想刚刚遇到的那个家伙 不禁深深感慨 张无忌 你妈说的真对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貌似是他姨父说 叫服务员来加几个菜 姐夫 你们想喝什么酒 我插话 第一次见各位长辈 也没带什么礼物 喝点好的吧 叔 茅台行吗 小X真不错 真懂事 哥 嫂子 以后你们要享福咯 行 那就要两瓶茅台 那妹子先是瞪大眼睛 随即脸上乐开了话 应该是很满意 我给她长脸 她听着众人的话 看我的眼神 越发含羞带骚 我仅然让自己 不去接触她 那么热烈的眼神 等服务员把酒拿来 桌上几个男的眼睛都亮了 许是有茅台的加持 几杯酒下肚 加上我说了几句好听的话 几个人对我说话的语气 横了起来 卡坦桑大叔说 小X 我替我哥问问你 你这么大了 你家也不可能不考虑 你结婚的事情对吧 你们家娶媳妇的诚意是什么 诚意 不就是想问 结婚能给多钱吗 绕什么弯子啊 真是 我笑了下 叔 我真的不太懂 不如你们跟我说说 你们这边的风俗吧 您尽管说 哥 你跟他说说 妹子他爸清了清嗓子 那我可就说了呀 首先 南方现在住的房子 要加姗姗的名字 我点头 嗯 应该的 他爸继续道 我们周围嫁女儿的 南方给的彩礼 至少都18万 我女儿211本科毕业 还有一份好工作 说出去有面子 而且人长得又漂亮 彩礼30万不过分吧 我面不改色 嗯嗯 不过分 他爸跟他妈对视一眼 似乎被我的态度鼓励到 他爸嗓门都大了 为了以后孩子的教育 还要再有一套学位房才行 南方出资购买 这个直写杉杉的名字 这是给他和孩子的安全感和保障 叔叔 你说的都对 我很认同 那妹子已经激动的不行了 直勾勾的盯着我 你真的这么觉得 当然了 现在难度你少 我觉得你们女方家 姿态就是要高一点 一桌人瞬间对我赞不绝口 纷纷说 现在竟然会有这么懂事的男生 太难得了 妹子一把抓住我的手 她似乎忘了 她只是让我假装男朋友而已 那我还要求婚后 老公工资要全部上交 小X书上说了 女人管钱 家庭会更和睦 会让婚姻更幸福 你怎么看 我坐着看 我躺着看 我不看 我挤出一个笑 然后说 我肯定举双手 双脚赞同啊 上交工资 她代表了男人对女人的尊重和疼爱 她妈试探着说 小X 珊珊还有一个刚毕业的弟弟 我打断她 帮衬小舅子买房买车 只要有需要 身为姐夫义不容辞 她妈激动的人都开始抖了 看我的眼神 仿佛兵马俑刚出土一样 我问 叔叔阿姨 还有吗 她妈 嗯 没 没了吧 是不能再有了 够那么夸张了 但凡是正常人 听到一半 就得站起来走人 当然不是 说我不是正常人 我很正常 但是我遇到了极其不正常的事 小X啊 我看你态度不错 我觉得 你跟珊珊的婚事 可以尽快弄了 她爸满面红光 给自己灌了一口酒 然后招呼其他人也一起喝 我轻壳一声 叔叔阿姨 你们也知道 我俩认识还不久 了解的还不够深 进度太快的话 这有什么 卡坦扫猛地打断我 我们那一辈 好多人间一两年就结婚了 这么多年 别好好的 对 别想太多 有时候一耽误 说不定就错过对的人了 一桌人捅一口径 反正都是建议 我赶紧结婚 那妹子笑得狠龙嘴 跟我说 其实我对你感觉真挺不错的 咱们 我没理她 叔叔阿姨 我还有最后两个问题 你问吧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方杀二婚 也要这么多要求吗 她爸愣住了 她妈嘴唇 动了好几次 都没说出话 卡坦扫还没察觉 认真跟我说 二婚那肯定不一样呀 我继续加把火 叔 我还没问完呢 如果女方不但是二婚 出来相亲的时候 还没离婚 又怎么说 这是诈骗吗 哐当 那妹子手机没拿稳 重重掉地上了 与此同时 包间门被人一把推开 妹子看到来人 浑身一震 天分哥黑着脸走进来 爸 妈 吃饭怎么不叫我呢 桌上其他人 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他大伯问 你谁呀 管谁叫爸妈呢 天分哥看着妹子他爸 大声道 爸 你昨天还收了我两条烟 说会帮我跟珊珊说好话 结果今天背着我整这一处 再看他爸妈 已经扫得无地自容了 妹子猛地站起来 突然像发疯了一样 毫无形象地对着天分哥 全打脚踢 我跟你已经没关系了 你是脑残吗 为什么还要阴魂不散 滚 快点滚 天分哥压抑着怒意 往我对你那么好 你把我当傻逼是吗 咱俩还在冷静期呢 离婚证一天没领 就还是夫妻 就算离了 我也是你前夫 此言一出 满座皆惊 看着除了妹子爸妈的其他人 个个下巴脱臼的样子 缩在角落里的我 感觉心里那口恶气 终于出来了 惊不惊 吓不吓 不能就我一个人被创 不过 我才是被骗的那个当事人 怎么说 还是我比较惨一点 隐瞒结婚就算了 还没离婚 就跑出来相亲 这是什么迷惑 奇葩骚操作 我担心你老花两万根黄牛买的特效药给你 你不也收下了 那时候怎么不说咱俩没关系了 我擦 就是说他在已经有药的情况下 还是不声不响的收了我的药 我吞望 天分哥和这妹子 的的确确是夫妻关系 只不过两个人已经在办离婚手续了 具体离婚原因不知 两个人当初只领了证 没办婚礼 所以除了他家人 亲戚朋友对这件事一概不知 多亏这阴差阳错 让我跟天分哥在命运的拐角处相遇 我俩大大的脑袋里都是大大的问号 天分哥其实还在极力挽回这段婚姻 所以根本不相信他老婆会做出这种事 于是就有了上面的一出 我来试探 天分哥通过我电话听里面的动静 天分哥还在控诉 咱俩领挣钱 房子加名 彩礼二十万 给你爹安排工作 我哪个没做到 结婚以后 我心疼你 家务全包 你只负责打扮得美美的出去玩 你说要考察我 不办婚礼 不公开 不许我跟别人说咱俩已经结婚了 我也依你 可你为什么还是不知足 我就是大傻逼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什么考察 你们一家白眼狼 看中我的钱 你又看不上我这个人 现在把我利用完了 就要一脚踢开 天分哥越说越激动 最后竟然失了眼眶 我暗暗择舌 兄弟 舔狗做到这份上 费洋洋来了 都得叫你一声大哥 你他妈胡说什么呢 妹子一巴掌 扇在了天分哥脸上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明明是你把我骗了 天分哥红着眼睛 怒急返笑 你成天打扮得人模人样 回到家里 拉里邋遢 猪都不如你 你睡觉磨牙 打呼噜放屁 你觉得别人都能忍 把老公当庸人使欢 还要老公有钱有盐 你以为你是天仙啊 卸了妆 别人都认不出来 你他妈脸上 动了拿我不知道 别人家最多卖一次女儿 你们家奇葩 他妈的还多次利用是吗 哼 真是太狠了 要说扎心 还得是最亲密的人啊 妹子果然被刺激疯了 脸色猙獰 不管不顾的 抄起还没喝完的茅台 就要对着偏分哥砸过去 却被周围几个男的 赶紧拦住了 珊珊 这个可不能扔啊 快把酒给我 献给我 笑死 我终于忍不住说 你们一家人 是不是带给我道歉 我到底还是低估了这妹子 低估了这种极品的脑回路 她一脸受伤地看着我 你就不能理解 理解我的苦衷吗 我想结束一段错误的关系 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难道有错吗 难道离了婚的女人 就不配相亲了 呸 可你还没离呀 有什么区别 再过半个月就离了呀 等我跟她离了咱俩再谈 和现在谈 不是一样吗 谁说我要跟你谈了 不是你自作主张 单方面要求我假扮你男朋友的 我淡淡道 你想多了 就算你是单身 咱俩也绝对不可能 毕竟 我不想找个拜金的女朋友 我也达不到你爸妈的要求 天分哥坚决地说 我改主意了 之前的离婚协议不作数 财林你们家必须给我退 房子你也休想分一半 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离婚的 妹子挣住了 随后崩溃大哭 她爸又羞又恼 却只能把怒火发泄在自己女儿身上 不让人省心的东西 都是因为你 你老子把人都丢尽了 众人七嘴八舌 纷纷说 有什么事回家慢慢商量 都别动气 他爸还在嘛 天分哥也不甘示弱 包厢里热烈气氛经久不停 我趁乱溜了 刚出去就碰到了服务员 包间隔音很好 外边什么都听不到 他问我有什么需要 我说给如意听上 十粒海参粥 四十头鲍鱼 再来两瓶茅台吧 服务员说好的 我假装去厕所 火速撤退 开车走人 当然也不能忘记 把这位骑女子 删除拉黑一条龙 远离奇葩宝平安啊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